各位宽客界的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讲到盈亏比4比1的策略理论篇 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盈亏比4比1的策略实战篇 首先我们要定义几个变量range来描述震荡区间的大小 用嗨嗨来定义N日嗨的最高价 LC来定义N日Close的最低价 我们用HC来定义N日Close的最高价 用LL来定义N日Row的最低价 分几步来操作吧 首先我们要计算一下 N日嗨的最高价HH 和N日Close的最低价LC 第二步我们来计算一下N日Close的最高价HC 和N日Row的最低价LR 那么这个时候区间就产生了 H-LC 与HC-L里面的交大值 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区间 下面第四步我们来计算一下上轨 那上轨就是把今日的开盘价加上一个系数乘以Range 下轨呢 是对称的 就是把今日的开盘价减去一个K乘以Range 当价格向上突破上轨时 我们就可以开多仓了 当价格向下突破下轨时 我们就可以开空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策略的代码 我们来到代码部分 首先这个策略 参数是非常少的 应该说核心参数只有两个吧 这Lots呢 是就是手数的参数 其实可有可无 你也可以把1写到这个 直接写到这代码里面 然后呢 比较具备敏感度的啊 是0.6这个参数 就K这个参数 因为他讲的是就是进场的一个幅度吧 就是就直接影响到这个交易频率的这样一个参数 %呢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因为这是一个止损的参数 我们看到这边的代码 等一下呢 我把这个代码一起给到大家 先算一个就是 先算两天的这样一个 Hide最大值 交大值 然后呢 再算两天的 这个Closed最大值 然后再算就是两天这个收盘价的交小值 再算两天这个低点的交小值 然后就可以得出Range了 然后我们通过Range乘一个K这样一个系数 再加上一个今日的开盘价就可以得出上轨 用开盘价减去这个K乘以Range就可以得到一个下轨 其实大家有时候看代码可能会感觉到比较抽象 所以很多数字 大家都是可以把它表示出来的 包括线 大家都可以画出来 那么这里我们就用这个函数 就这个函数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可以用它来就画线 我们这里呢 就用这个函数 把那个上轨跟下轨都画出来了 所以每天基本上 哪里进场 哪里会开多舱 哪里会开空舱 都是非常确定的 基本上当一天开始的时候 就把线画出来 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那么开舱指令很简单 就这个是一个飞多机空 然后加了一个时间上面的这样一个过滤 然后当价格突破这个上轨的时候 我们就开多舱 当价格突破下轨的时候 我们就开空舱 然后指寸指令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百分比的固定指寸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画的那个 upband跟downband的图 然后通过函数的计算呢 其实每天在哪里开 哪里进 就是哪里开多 哪里开空 都可以很直观的 表示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比如说 这里正好到达这根线的时候 就是下轨的线的时候 它就开空舱了 然后这里到达了上轨线 为什么没有开舱呢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条件吗 因为时间限制条件没有满足 所以它就没有开多舱 我们把这个切换到骨子 这里因为它是隔夜车的嘛 这里开了多头信号以后 然后一直没有出现 一直没有出现开空舱的机会 所以就一直多头持有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每个信号都很直观 每个信号都是严格按照这个策略写的 这样子去执行的 所以当你画了线以后 就心里面就很清楚了 基本上 每天这个策略怎么交易 都会比较凶有成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修改核心参数 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们先做一个测试 这个策略在骨子上 大概是交易了700多次吧 其实很多时候策略的思想决定了 就是你修改参数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变化 其实K这个参数吧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小 那它肯定是意味着就是这个甲板 其实是变窄了 那么带来结果是什么呢 带来结果是必然是交易次数的增多 刚才是700多次 现在就变成1700多次 所以大家其实要清楚 就是每个策略到底有什么作用 然后每个策略改了以后 对策略包括对交易 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么石盘交易的时候 如果是用0.3跟0.6 那即使它最后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那么其实0.3会更难熬一点 因为你一直在交易嘛 就是一直在过程中 然后被割漏的次数也会更多一点 我们改回到这里啊 看一下就是如果是改回到 0.6的话 大概收益率是240多万 那么我们现在把止损给改了 止损比如说设置算0.9 收益率是237万 那么这说明这个策略对止损 并不是特别敏感 就随着就是收益率 随着止损的变化 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其实这个策略本质上来说 核心参数就这么一个 就是K这个字 我们的课程已经进行到下半阶段了 就是基本上快结束了 那么其实现在对大家要求 又是不一样了 之前呢 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写策略就可以了 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呢 其实我们要开始想想看 这个每个策略思想 它的本质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策略思想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波动率突破嘛 先限定了前面两天的这样一个 一个区间 一个区间 用前面两天的这样一个波动率来划定的一个区间 然后再进行突破 路场 那其实是 这个策略 思想呢 其实可以 产生多个变种跟改进思想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一做介绍 首先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把周期进行变化 之前呢 我们用之前两天的一个波动 做了一个 一个假板 那么我们也可以 算一天的波动 也可以算两天的波动 也可以算三天的波动 也可以算四天的波动 甚至也可以算半天的波动 那么可以把有短到长的这样一个 借鉴之前的那些日子的一个波动率 都做一边测试 看看每个效果 有什么不同 这里呢 我也改了一个版本 就是把 之前一天的这样一个 一个结果 就是把N设置为1 这样一个结果 写成的代码 带给大家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变种策略 就是我们把之前的 那个思路 拿来用 然后呢 把N改成1 那么就是 HH就变成了 嗨距 嗨第一 HC变成close第一 然后LC 也是close第一 LR就变成low第一 那么我们用这种方式 测出来 这个代码 大家我会给大家 直接给大家 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测出来 发现收益率其实更高了 只是说交易次数 也变多了很多 那么这种类型的策略 可能就要把交易次数限制一下 因为如果这么计算的话 交易次数过多的话 可能实判的时候比较难受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把这个参数调整一下 比如说把K的参数 0.6改成1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这个时候交易次数就 就小下来了 然后回撤值呢 也小了很多 同时净利率没有少 没有少多少 可以看一下 得到这样一条曲线 这个就是一种变种策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策略的第二个变种 那么第二个变种呢 就是 就是可以把波动率区间的这个范围 Range 按自己的理解做改进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之前我们Range 等于的是 就是两天的一个波幅的一个区间 做了一个定义 那么Range也可以等于 比如说我们把它等于 过去一天的Close第一 减去Open第一 或者说过去一天的High第一 减去Low第一 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Range Range改成High第一减去Low第一 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计算出来 那么这样子一弄的话 它整个甲板就产生了变化 我们下面看一下测试结果 其实也不差 就是 也有200多万的这样一个收益 交易次数呢 也还是比较多 我们也可以把交易次数进行一个修改 看看会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跟原来比起的 就是不同的策略了 交易速度改一下 效果变 稍微好一点 感谢观看 好了 这个策略到时候大家自己去拿去测试 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三个变种 第三个变种就是 如果对Range的区间范围缩载 就比如说你本身定义这个策略 Range这个范围是比较小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情况 就是第一是你定义的区间会比较小 第二呢就是你这个K的值是比较小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上一些过滤了 比如说用MA进行过滤 AMA进行过滤 EMA进行过滤 WMA进行过滤 或者用成交量进行过滤 这个都是大家经常用到的 那么我现在把代码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第三种情况 我这里设置了一个MA 那么随便选了个周期 经常用到的应该是20日周期吧 那么我再把这个 原来策略加上一个MA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滤 那么交易处数相对来说就会变小 当然这个跟你这个MA的敏感度有关 比如说你这个交易处数 比如说Langes 变大变小 就是那过滤的一个幅度就不一样了 如果把这个Langes调小 那么相对来说这个过滤就会更敏感一点 那Langes调大 那么过滤就会更迟钝一点 就有些时候信号都不太会变化 如果Langes比较大的话 这个大家自己把握 下面我再来讲一下 第四种 就是一个改进方法 就是风险过滤法 风险过滤法呢 就是限制亏损次数 我这里采取 当然你可以限制交易次数 也可以限制连续亏损次数 或者说限制连续的盈利次数 都可以 那么我这边选的一种方法是限制亏损次数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块限制最大亏损次数的代码部分 只要定一个击数 然后每亏损一次 然后击击等击击加一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当日出现过一次亏损以后 那么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交易了 这样的话就把当日亏损限制在最小幅度 在这个策略上不一定特别有效 因为我试了一下 这个用这个限制交易次数的方法 对这个策略不是很有效 但是很可能对你们的其他策略还是比较有效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用这种方法呢 就是其实每天亏多少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 不至于说一天刷个好几笔这样子的一个亏损 应该说可以比较有效的限定一个回测吧 然后对限制当日的一个亏损幅度就是特别有效的 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一个策略 然后呢有四种不同的变种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每当你想到一个策略的时候 然后去深度理解这里面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然后产生不同的变种策略 就会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加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就为什么要加这个条件 大家是要理解清楚的 那第二点就是比如说选了一个条件 进行过滤也好进行改变也好 这个条件到底有没有用 对绩效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那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看到策略 就是加了成交量的一些过滤 其实很多策略加了成交量的过滤 都是没什么用的 这里面的核心逻辑点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刚才列举了很多很多种方法 应该说如果把所有的方法都用一遍 相互融合的话 应该会产生几十种不同的策略 大家可以把每个类型 我觉得多写一下 然后可以 我们后面又可以继续来交流